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 Y等於這個東西 你現在要求那個 Y對X 這個取倒數 取倒函數 那這怎麼做 我兩邊給它取LOG 就以一為底的LOG LN Y 那取對數以後X掉下來 這是L X掉下來 N掉下來 然後這個是LN 這個是Y 好 那這樣子以後 LN sine於Y 不說 Sine於Y 好 那這樣我就曉得 X等於多少 等於LN Y 除以LN Sine於Y 好 那我兩邊的微分 兩邊微分以後 這DX 就等於多少呢 就等於 或者是我X對Y微分 X對Y起倒數 我寫這樣 寫這樣也好 就等於呢 下面是LN LN Sine於Y 平方分之多少呢 上面微 上面微的話 是Y分之 DY 這上面微 下面的部位 下面部位是LN Sine於Y 那微下面 微下面就是 Sine於Y分之 那個 Sine於Y分之 D Sine於Y D Sine於Y就是Cosine於Y DY 好 那DY可以把它給抽出來 那上面這個的話 那是多少 這樣子的話 那這個我就可以 這通文以後 這是Y 然後這是LN Sine Y的平方 通文以後 N N Sine於Y 減掉Y LN 這是應該Sine於Y才對 欸 有沒有 上面部位 上面部位的話 為下面 是沒錯 LN Y 然後再稱以多少呢 稱以這個是Cotengent Cotengent Y D Y D Y D Y湊出來 欸 這樣應該沒有錯啦 這樣沒有錯 好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D Y D X 等於多少 這D Y D X 這個等於多少呢 這就把它 把它給這個 除過來 就是Y 把LN 算 Y 的平方 到 除去多少呢 LN Sine於Y 那 減掉呢 Y LN Y 再稱以 Cotengent Y 所以答案就是這個啦 那你會說 你本來不是Y對S位分的話 你要寫成X函數嗎? 這個我們稱為顯函數,沒有錯啦 不過通常的話 連則上的話,你寫成這樣子的話 如果你能夠從這裡 把它給X寫成 這個Fx的形狀的話 那你就把它給什麼呢? 就是說你要是能夠 能夠從這裡的話 把它寫成顯函數 Y等於 YFofx的時候 那你就把它帶進去 就可以得到什麼呢? 得到這個 Y對X為分的 以X來表示 但是通常的話 這沒辦法 沒辦法解出來 那沒辦法解出來的話 事實上這樣子的話 這樣子的話 也是解出來的 這個 跟你什麼呢? 把它帶成這個的話 是完全是一樣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 我們通常是研究這個東西 你求一問的話 這曲線上面的斜率 那曲線上面的斜率的話 通常我們要求是給你一點 給你一點X0 Y0 給一點以後的話 那求斜率 那你就把這一點帶進去 你在Y的地方就帶Y0 那有X的地方就帶X0 所以這個事實上是完全解出來的 只是寫的形式的話 你沒有辦法寫成X的形式 就好比說 你這樣子的話 沒有辦法解成什麼呢? 解成Y等於多少X 你沒有辦法解出來嗎? 所以你放成這樣子的話 也是呢 跟那個意思是完全一樣的 所以答案就是這個 這個是正確的答案 所以答案就是這個